就是闲扯啊 咱们还是老规矩啊 聊这个文学作品啊 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不同的角度对吧 不是标准答案 所以说 所以说啊 就大家就是说看着要有悟性 你不能上来就说 哎你这不对 对吧 说这个什么那个 不是的 就是每个人的看法 对吧 都对 你只要能自圆其说 对吧 你只要这个看法 很有意思 有点启发 是吧 那就是有意义的 不要咱们都已经毕业了 知道吧 都已经上班了 不要老是试图找标准答案 然后你认为 你那个就是标准答案 跟我说不一样的 那都是错的 对吧 那显得很就是不善道啊 不善道 层次有点低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要试图老什么标准答案 那是上学的时候 那那那玩的那一套 对啊 一千个读者 没错 就这意思啊 就是你去解读 然后大家去 对吧 大家如果觉得有 哎 有启发 对吧 你也这么看 你也可以以后 从这个角度啊 去去看问题 或者看文学作品 对吧 所以说你要 你要是说别人说的不对 就是尤其讨论文学作品啊 如果有人说不对的时候 这你就已经错了 明白了吗 就是你已经错了 不要用这个 试图一个标准答案 来解释这些东西 你只是看 这能不能自圆其说 对不对 能不能自圆其说 啊 融创还有旧吗 现在没毛病 融创交房也没问题 你是你是啥 交房没问题 你交房怕啥呢 邻居去上访 被拘留四个 关了十五天 哎 合法 依法维权啊 依法 我只能说依法 融创 融创那个保交楼 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克林顿爱听就好 爱听就好 来我们今天说 这个鲁之声啊 这个我先 前面先闲聊啊 这个鲁之声啊 我当时看水浒的时候 我的印象不深 知道吧 不是不深什么的 只是说他的出生 他怎么就当和尚呢 我当时就是略过 你知道吧 我相信啊 大部分人都没有仔细想过 鲁之声他为什么当和尚 他不是提侠吗 对不对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相信啊 很多人估计没仔细去想过 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想过了 你打个打个一 没想过的打个二 我看看多少人想过 多少人没想过 然后呢 这个水浒里面 我最 不是说我吧 就是作者最推崇的一个人 就是鲁之声 这个鲁之声啊 我们说到那个 真假美佛王的时候 对吧 鲁之声就相当于那个事 我想鲁之声呢 他有点接近于六二弥猴 他是本物 他是一个真正的 活得很自在的 但是现实社会上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明白吗 但是他又活得非常自在 所以他最后成佛 他不是说六二弥猴 那是邪恶 邪恶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他是 就是鲁之声实际上 另外我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鲁之声 你要把他跟林冲啊 把他俩合到一起 他才是个正常的人 就是我们普通人呢 应该是林冲 跟鲁之声加一块 把他合到一起 才是我们普通的人 才是武松 才是武松这样的 武松就是普通人 武松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就是武松 那作者把一个人呢 把武松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像我们这样普通人 他把分开了 这个绝对自我 绝对好的 就是那种活出自我的 按自己的意愿去活的 鲁之声 然后一个非常委屈窝囊的 到了顶点的 就是林冲 你看见没有 然后坏 人品差到几点 林冲 好好的几点 鲁之声 有没有发现 你要把这两个人 合到一起 他实际上就是个武松 就是咋的 就是我们普通人 你想着 你把这两个人 搁到一起去 所以这两个人 在水谷里面有交锋 对不对 从刚开始的好朋友 到后来互不认 也不是护不认 至少鲁之声 是不认这个林冲了 你知道吧 他看不起林冲 他就是说 就像那个 那个孙悟空啊 取金 对吧 带上金箍之后 他看不起那个 那个那个叫 志尊宝嘛 是吧 志尊宝看不起孙悟空啊 但是那个人 活得像条狗 你知道吧 是不是 那就是 鲁之声就认为 林冲这个人 就像一条狗 没有任何的窝囊 对吧 他以前见到林冲 是叫兄弟嘛 他后来见到林冲 叫林教头 对不对 这已经很客气了 一旦客气 不就虚伪 不想跟你是朋友 我们俩不是一路人 你是林教头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实际上你看 就是我认为 这个作者 是把一个普通的人 就是真假美后啊 就是孙悟空 他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孙悟空 一个是利尔密侯 他在这个 《水浒传》里面呢 作者是把 一个普通人 给他深深的 一个是林教头 一个是鲁之声 是不是 两个人 完全非常的极端 一个是这边极端 一个这边极端 一个极左 一个极端 是吧 大家一没有发现 我这么一说 大家一没有发现 好 我再说啊 林冲这个人 他的外号叫什么 他的那个绰号叫什么 不是 最后天干星 给他分了一个号 叫天姑星 对不对 是叫天姑星吧 那个 他这个号也别乱叫的啊 他是号的作者 每个号都有意思的 你像那个 松江叫什么 松江叫天奎星 对不对 天奎星 奎嘛 奎就是奎首 对不对 就是老大的意思 天奎星 所以松江当老大 鲁之声叫天姑星 武松叫什么 武松叫天奎星 伤害的伤 武松这个人呢 为什么叫天奎星呢 你看看武松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叫什么 灾星 就是个灾星 他到哪儿哪儿跑不了 本来 本来武大郎 他哥家多好呢 生活那小日子 有别墅 有产业 还有个老婆在家 那日子都是风平浪静的 最后他们家的悲剧 你某种程度 就是武松来了 导致的 武松如果 如果武松不来 他你也不会出 他一直 他们就这样 没毛病啊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所以说武松叫天奎星 武松走到哪儿 他这个祸水就带到哪儿 叫天奎星 也不能叫不安分 他就是灾星 知道吧 你可以举例子 那个谁 公孙盛叫什么 公孙盛叫天奎星 奎嘛 奎人一个 对不对 这个他是道家的 对不对 他不是会法术吗 专业人士 对不对 专业人士啊 会法术 所以说他那个 讲究清奎 对不对 天奎星 是吧 还有什么 无用叫天什么星 天机星的 神机妙算嘛 对吧 是这样子吧 就是他那个 那我们说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说这么多就是说 这个鲁智生 他为什么叫天孤星 孤是什么 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 天孤星 孤单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叫天孤星呢 至少说明一点啊 鲁智生 鲁智生这个人 没有什么朋友 鲁智生这个人 特别好交朋友 但是他没有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都不配做他的 明白了吧 就是鲁智生这个人 对朋友 那是没得说 但是谁又配做他的朋友呢 没有 勉强有一个 勉强有一个 就是使记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这个开头的什么 使记 使记是一个农村的 这个对吧 小财主 家庭条件还可以 但是喜欢赶潮流 赶潮流嘛 船生闻了这个 九条龙啊 九文龙 对不对 喜欢闻身 贼裤 你知道吧 真的 他闻身 他闻身就是已经 这个江湖人有名啊 就是江湖人 只要指靠人 你知道吧 其实使记的功夫一般啊 家庭条件一般 对吧 他应该 他至少不是当时的 流量明星嘛 当时流量 流量的这个 对吧 那应该是宋江啊 即是宇 宋公明 对吧 但是使记 他就靠一身的这个文身 江湖人就有名 九文龙 使记 对不对 还说这个 鲁晋升的朋友啊 鲁晋升没有朋友 就这个使记啊 使记勉强送朋友 对吧 还有哪个 没了 你说武松是他朋友吗 他看得上武松吗 武松配做他的朋友吗 林冲就更不配了 林冲人家 林冲人家这个 鲁晋升自己都不认 他做朋友了 叫他林教头了 都不叫兄弟了 对不对 以前的称兄道弟啊 就使劲 勉强做他徒弟 为什么呢 做他朋友 因为啊 就很多方面啊 后来称家 做了和尚嘛 他本来是可以有个家庭的 但是后来 破除什么原因啊 他的爱情故事就结束了 后来当了和尚 他一 没有亲人 二 没有朋友 所以叫天姑心 恐怕没有人 给大家这么解释啊 很孤单 对吧 这个某种程度上是 都不配做他的朋友 所以鲁晋升这个人 是个理想化的人 我为什么说作者 把他纯粹的把一个人 深深的分成 一个是鲁晋升 一个是林冲 你说林冲是窝乱 到了极点 我说但凡有点脾气的人 他妈一刀就把那个高球给戳死 是不是啊 你家派 家破人亡 然后戴了绿帽子 他妈都是这个高球导致 高球还设计要害他 也把他弄死 这么一个仇人 居然他能忍 他不杀 没有这么一个人 对吧 所以说那同样的 就是你也没有鲁晋升 这样一个人 他纯粹是这样 这边是副石 这边是镇石 加了一些林嘛 对不对 他就是这边搞个副石 这边比如说一个镇的石 出来 这样才是林 对吧 所以他拆分人 他把一个武宗 他把咱们普通人 他就甚至拆成两个极端的人 鲁晋升 这个鲁晋升啊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不就是遇见那个 他跟史晋两人 对吧 史晋是 史晋这个人 咱们以后再说了 总之他是到 到渭州吧 是不是渭州那个地方 渭州 然后打听吧 喝酒酒楼里面 肯定认识那个 那个跟那个 我印象里面 是跟那个鲁晋升认识的 对吧 然后鲁晋升就觉得 好像鲁晋升第一次 见到史晋 就觉得看中他 然后说 这个人气愈不凡 好像这个神情主旨 都这个气势不一样 然后呢 他呢 好像就看上他了 就拉他去喝酒 是这样子吧 拉他喝酒 这个史晋啊 他是到那去 实际上找他的师父 有个叫李忠的 也是对吧 也是说我的好看 这个李忠这个人呢 好像会一点功夫 但是教过这个 教过这个史晋 这么几天 恐怕启蒙 是史晋的这个 武术启蒙老师 或者什么老师 反正教过他 鲁晋升这个人呢 身世没怎么介绍过 大家也知道啊 鲁晋升他可不是一般人呢 鲁晋升不是一般的人 他不是我们 就是这种老百姓 鲁晋升是大院子弟 你知道吧 这是可以肯定的 他从小就在大院长大 知道吧 他应该是军人家庭 明白吗 军人家庭 他呢 是跟这个 他跟这个 据说他小时候 见过林冲的他爸 林教头他爸 所以林冲 他也是军人家庭 明白了吗 所以他们都是军人家庭 你看这就非常巧 是不是 非常非常非常巧妙 这个鲁晋升 鲁晋升呢 他是在什么 什么大经略相公 还是什么 大中 大中经略相公 反正名字挺拗口的 在他在他下面 就是他到了 快四十岁了 三十六岁 才婚一个叫什么 什么馆 那馆 按插史 叫什么什么史 总之就是 现在说纪委干部 监察干部 反腐的 你说一个在军队里面 反腐的干部 从小在军队长大 大院长大 然后又是反腐的干部 后面 你说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 成长经历 他的性格 他的脾气 导致他这个 反腐干部干不下去了 他肯定得罪人多 得罪人多 后来没办法 那个大 什么 把他弄到这个 什么小种 经略相公 那个当T侠 当T侠估计 就是那也是 估计啊 他应该是管军队里面的 这些一些 治安 大概其实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角色 他到底管政府的 管社会的 还是管军队的 不太好说 总之他是个小官 对吧 类似是 类似是督察队 督察队啊 如果他在军队的话 那应该是个督察队 就是管这个军容军纪 我没有听清 你能再说一次吗 好 他遇见使劲之后啊 他们就去喝酒吗 然后那个使劲之后 我还有个哥们 对吧 还有个老师在那 在那搭把事卖艺呢 摆摊 练摊是吧 然后那个罗志生就跑去 马上就得走 马上就得喝酒 人家那个李忠说 我这摊子干摆开啊 干把人聚齐 干要在那表演 来收钱了 对不对 结果鲁志生说 咱喝酒去 那李忠说 那能不能咱这 对吧 把这半小时一小时 把这钱收完了再走 是不是 干电玩厂了 干热厂 结果鲁志生不高兴 直接把他 总之把他厂子给砸了 还是怎么说 就轰散了 对不对 现在就得喝酒 说明鲁志生这个人呢 雷厉风 就是说根本就不等 也不想 就是这叫快应 就是喝酒 就是去喝酒 你扯这个耐格的 对吧 你还这是耐事的 不痛 对吧 就看着鲁志生这个人 你看生活中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你还不等人家一家 人家手头正在办事呢 必须马上就得 陪你去喝酒 但是鲁志生不管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呢 他跑到那喝酒啊 然后他这个人就是 他第一眼看上使劲 他就喜欢使劲 他第一眼没看上李忠 他就不喜欢李忠这个人 他就第一眼没看上二爷 就是第一眼没看上 就是喝酒 人家没立即答应 你知道吧 有点磨叽 好他马上就 这李忠这个人 他就觉得横挑鼻子 竖挑眼 对吧 不爽快 然后这个好 后面就这个女主角就出产了 他们喝酒的时候啊 对吧 然后就是正聊着呢 他们正聊着呢 然后这个隔壁包间里面 那个金翠莲呢 跟他爸 两人就开始 枕药蛾子 枕药蛾子你知道吧 你知道什么叫枕药蛾子吗 就这都是他设计的 在那哭啊 然后这个好 按照剧本啊 那卢提侠 大官人 对不对 有钱 我操这个谁受得了 喝酒 这么不爽 然后就开始摔杯子 对不对 然后那个店家就过来了 他就问店家怎么回事 那店家就解释了一下 这俩人呢 在这天天就这么闹 人家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吧 他就这么把他叫来 那店家就把这个金翠莲叫来了 把这老汉 然后他们就讲故事啊 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说他们是在哪里啊 东京对不对 然后什么到这边 投奔亲戚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怀疑过啊 就是东京那么繁华的地方 就好比 咱们举个例子 北京吧 他说从北京 就现在北京啊 到什么到陕西 不是不是 到甘肃平良 说投奔亲戚 你说这 你说这哪个哪啊 是吧 当时东京应该是开封吧 是不是 从防华的大都市 到一个偏远的 这个军事重镇 平良 魏州就是平良 知道吗 甘肃平良 到平良去 说我到这儿投奔亲戚 这个不符合社会规律 对不对 这肯定有问题 然后呢 这就不管他了 然后他就说啊 他就说啊 这个被那个镇屠夫给骗了 怎么骗了呢 说也是的啊 你看就是他在这儿 好像就在这个酒楼 还是哪个酒楼啊 这两人被镇头夫看中了 然后镇头夫说他 也是嫌他可怜 对吧 楚楚动人 颤小曲吗 从小 说从小就他爸叫他颤小曲 卖畅 然后镇头夫就心痛他 给他三千罐 把他买了 回家做妾 那就是包养他了吗 对不对 那做妾 还不过是包养 是那做妾 好 结果他说啊 这个镇头夫啊 三千罐没给 完了还是 对吧 睡了三个月 完了之后 这个被他大娘子 把他赶出来了 赶出来就赶出来吧 然后镇头夫反过来 还跟他要钱 让他赔钱 你说这个 这叫 这是人干的事吗 对吧 这个你说鲁志生一听 我靠 这还了得 这个故事啊 这个金村莲说的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虚构的 是虚构的 对吧 实际上他是 他到了这个镇头夫家 恐怕是这个镇头夫啊 天天晚上跟他睡一起 这个大老婆可能被冷落了 争风吃醋 他没有争过这个大老婆 大老婆把他赶走 赶走了之后 这个这家不行了 再找下一家吧 送来 那是搜刮了 搜刮了多少名字 给太师送的礼物 生日礼物 非常重视 派部队对吧 派那个杨志军 专人护送 十万贯 十万贯 十万贯什么概念 三千贯 十万什么概念 十倍就是三万个 三十倍 三十倍 就是说 就是你那 你搜刮名指名高 给太师送的生日礼物 也就三千个 也就是三十个金村莲而已 那就说明 那就说明 要么就说明 这个生争干不值钱 要么就说明金村莲呢 太值钱了 花了 正关系 花了大价钱 那这个金村莲为小切 是不是 你这么算账 三十三倍 对不对 不是 你想想 那就说明金村莲非常漂亮 卖的价钱非常高 这个正关系 到底给没给他三千万 你说多少万呢 那不重要 对吧 你就折算 折算 你知道吧 折算你十万贯 那是 那是那个生日礼物 那是搜刮的名指名高吗 十万贯 那不再三十三个 三十三个金村莲吗 对不对 那就说明金村莲 实际上金村莲啊 那就一说明金村莲值这个钱 他很漂亮 对吧 这个要不然郑特夫 这种正关系 我愿意花三千块 去包养他 去把他取回家 你值这个钱吗 是不是啊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然后鲁智深一听 对吧 作为一个啊 作为一个在大院里面 混这么的年 三十多岁的母胎单身 是不是 他不动心吗 对吧 你要知道 这个鲁智深这种性格 你知道吧 豪爽 这个仗义 他就见不得人可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尤其见不得美女 他动心了 实际上他就是 实际上咱们要想到 这个鲁智深呢 他就是之前的正关系 明白了吧 正关系实际上就是鲁智深 他也是当初就这么上的当 你知道吧 一看他可怜 哇 长得又漂亮 在那哭对吧 说那个 以前啊 在这儿被个正关东啊 把他骗了 对不对 那正关系一听 我靠 还有这事呢 我给你三千块 把你包养了 就这逻辑啊 明白了吧 这故事 他又充演一遍 他又在这饭店里面 这回上当的是鲁智深 一看 还有这事呢 这个三千块不给 完了还倒要你找钱 天天来找他要钱 所谓的天天找他要钱 不就是天天来白嫖他吗 不就这意思吗 对吧 到饭店 骚扰他 给他要钱呢 这后面是有的 这后面是有的 这个我不是编的 后面有 好 这鲁智深呢 说你别说了 对吧 我都知道了 马上啊 他酒也不喝了 啥话也不说 本来是你看 那么急着来喝酒的 对不对 让人家摊子都别摆了 人家说等一会儿都不行 马上来喝酒 这回人家一说 这女的一说 马上酒也不喝了 马上就要去 你说这人 是不是这人 是不是这个思维跳得特别快啊 你后来说 把酒喝完了再去 对不对 咱喝痛快了 菜也点了 对不对 他不 他根本不 马上就要钱 对不对 你看第一个 首先一个啊 就是说 就是说啊 你去教训正关系 这个咱可以理解 打拨不平 但是他马上就 给金翠莲钱 这个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他马上就自己 把口袋里 五两银子掏出 然后就问史静 借钱 他没说要 他是借钱 史静说 哎呀 借什么呢 都是兄弟 摸一摸 把仅剩的十两银子摸出来 给他了 这都是兄弟的吧 你要就拿去用 然后就他又问 问了李中 钱对吧 借钱 李中你说 人家大把是卖艺的 他不是挣钱容易吗 对吧 二两银子掏出来 结果鲁志生你知道吗 把二两银子说 我靠就这么一点 是吧 你打发要饭的什么 打发叫花子什么 把二两银子还给他了 他说了 他说他 说你就是不是个爽快人 你看看 这就是鲁志生 他就他就对李中啊 就是看不上 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横挑逼子 输掉眼 就是看不上的人 你给我钱我也不要 二两银子算啥 你就喊上我是吗 拿走 不要 你看这人 这人个性吗 十五两银子 给了这个金翠莲 你说这个就不好理解了 他为什么突然给人钱 对吧 实际上啊 实际上鲁志生啊 动心了 动心了你知道吧 他不纯粹是 这个去打破 但是打破不平 肯定是主要原因 他动心了 然后说啊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去 去去便来 后面就是 就是著名的这个 拳打正关系 咱就不多说了 总之啊 找个借口 把正关系打了 打第一拳啊 对吧 一拳把他鼻子打烂了 正关系说什么 对吧 鲁志生说什么 鲁志生说的 不是你霸占民主 大家可能没仔细看 不一定注意到了 鲁志生说的是 你也配叫正关系 明白了吧 在鲁志生的脑海里面 什么人能叫正关系啊 什么人能叫正关系 你你个杀猪的 怎么能叫正关系呢 他主要打这个 他不是说 我说你怎么能欺负个女的呢 不是的 对吧 你也配叫正关系 主要是 对吧 这地面我管呢 所以我刚才说的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鲁志生 他到底是管这个治安 还是管这个部队里面 我不清楚 他要管这个地盘治安 那个魏州也不大呀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 治安大队长 我说 应该大家都认识 正关系这种人 也是社会产面混乱的人 怎么能不认识呢 是不是啊 就是鲁志生 你是相当的 你是魏州警察局局长吗 或者治安大队大队长 那你说 正关系 他不是混社会的吗 人家有产业呀 人家屠材厂 他有屠材厂 怎么还养猪呢 养殖大户 老婆家里还有产业 对吧 人家有婚生会的 也是民意企业家 对不对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不认识这个局长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鲁志生呢 觉得 你怎么一个杀猪呢 你怎么能叫正关系呢 他主要是生这个气 就是这个 就是道义上 不公着吧 打了 对吧 一拳打鼻子 一拳打眼睛 一拳打太阳穴 这个 从这也能看出这个 鲁志生这个人非常鲁莽 很鲁莽 但是他鲁莽嘛 他有控制的一面 对吧 他为什么打鼻子 打完鼻子 打眼睛 然后打太阳穴呢 按道理说 如果打一个人的话 他应该冲伤口洒眼嘛 对不对 是不是冲伤口洒眼 对吧 你得着伤口打 你鼻子打过来就打鼻子 接着打呀 对不对 是不是 他不是的 他第一拳打鼻子 第二拳换个地方 打眼睛 眼睛打完之后 再换个地方 打那个太阳穴 结果把人打死了 施首 他脸的事 脸是放在后面 前面是郑冠希的事 你不能叫郑冠希 他是金翠莲 这个郑徒夫啊 郑冠希啊 一听说啊 原来是为金翠莲的事 来的什么 他还说打得好 这个就很有意思 他说打得好 就不是 这个郑冠希这个人 他自己说打得好 这非常有意思 他说打得好 为什么说打得好 那就是说明 聊到金翠莲的时候 郑冠希说 你打我打得好 那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说明 郑冠希有愧疚的部分 是吧 克曼也觉得 对不起这个金翠莲 就是他又想要这个女的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解决跟他大老婆 大老婆之间关系 没有办法 把他搞到家里去 所以只好在外面 抱怨 对吧 在外面抱怨 他觉得愧疚 要不然他不可能说 打得好啊 要不然他跟你解释 对不对 我没有霸占他 对不对 是吧 所以他克曼也恨子 无能呢 对吧 他解决不了 然后这个郑冠希 但是没有给他机会 第三拳他就死了 要不然他就说出来 到底为什么了 对不对 什么原因 结果鲁智生没给他机会 一拳把他打死了 打死之后 这个鲁智生就跑了 对不对 鲁智生实际上啊 以鲁智生这个 他的大院子弟嘛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后台 他应该不用跑的 他可以不跑 我认为啊 因为你想 那个时候 按照书上写的 那个时候不是特别黑暗吗 对不对 给点钱 啥是百物品 打死一个民营企业家而已 对不对 有什么呢 赔点钱呗 对吧 官司不就了了吗 他也不是法治社会 对吧 那鲁智生为什么跑 鲁智生说了 他为什么跑 其实鲁智生他心里明白 他一旦被抓进官府 没人捞他 没有人捞他 他自己说的啊 他是连个送饭的都没有 那你连送饭的都没有 那怎么肯定还有人捞他呢 在外面花钱捞他呢 他没有朋友 鲁智生自己认为 你看没人会救的 就是他的话 背后的含义就是这个 所以他只能跑 一般的时候 那你把我抓起来 那没事啊 我后面对吧 我马上打个电话 或者什么找个人 家里人一找人 马上就捞出 就保外就医 对不对 保释 然后大事化下 小事化下 花点钱 对不对 他本人就是提侠嘛 对不对 监讨 写个监讨 罚点钱 失点银子 不就没事了吗 鲁智生自己知道 自己没有朋友 他这性格没有朋友 所以他就显得逃跑 跑 然后呢 这个里面就有意思了 就非常有意思就在这 这个鲁智生啊 为什么说他是大院子弟呢 为什么说鲁智生 这人豪迈呢 鲁智生第一个 他交朋友 你看纯粹是自己 自己对眼的 那就是好朋友 自己看不上的 你搞什么都不行 他就是看不上你 第二个 他对钱没概念 鲁智生这个人 对钱没有概念 这就符合他 他从小到大 记得大院生长 成长 没有钱的概念 他那一套都是 大院子弟作风 缺钱就个人要 也没个数的概念 你借点钱给我 也不说还 对吧 有钱就给 提过还吗 反正鲁智生借钱 还没提过还 大家可以翻完书就知道 然后他喝酒 都是不结账 都是赦账 喝酒拍屁股就走 下次再结 下次再结 所有的餐馆啊 大小酒楼都愿意 都是好好下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就 反正他每次他也不带钱 但是最后 账肯定都结了 如果账都不结的话 别人肯定不同意 对吧 那算了 你还是结账嘛 下次再结不行 是不是 说明这个人 他赦账 他每次喝完 就拍拍屁股走人 以后肯定 什么时候把你全给清了 他就这种人 就像那个部队里面 部队里面 你吃饭 不就是饭来伸手 饭来战口 一来伸手 部队里钱也 不知道怎么花 对不对 你在部队里面 对不对 你花钱怎么办 对钱盖你比较弹幕 不知道那钱 到底是多少是多少 缺钱就跟人要 他跟社会 跟经济社会脱钩了 他应该是 他实际上跟社会脱节 然后他给 他给别人钱也是的 他给使劲钱 后来他不是遇见使劲了吗 使劲没钱 使劲没钱不是打劫吗 在那个 在什么地方打劫 正好打到那个 鲁智生头上 他俩不认识 忘了 他俩其实好像 双方都没认出对方 一个是变成和善 一个变成那样 估计那个文生呢 文生估计也被水冲掉了 对不对 我不清楚啊 总之 按道理应该好认的 对不对 就文生嘛 他居然鲁智生认不出他 俩人打 俩人一交手 才发现 卧槽 才认出来 原来是自己人是不是 他认识 后来 后来鲁智生 分手的鲁智生 把盘成一打开 直接给他多少钱 银子甩给他 就是这种人 他就是 他对钱没有干净 他的意思 钱就是 你缺 你就花就行了 对不对 不要老是问 这个黄啊 借一大顿 对不对 没钱 没钱 你没钱 我有钱 给你是天津第一的 这叫朋友 你知道吧 他从来不想 如果我们俩人是朋友的话 你缺钱 那就是我缺钱 对吧 你缺下钱 我就给你 我有就给 同样的 我们俩是朋友 我缺钱 我就天津第一给你要 你就应该给我 等着我要 你都不太合适了 懂吗 应该主动的给我 这是鲁智生 关于钱财的定义 他对朋友 就这种要求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做得到 就这意思 就是说鲁智生 跟史静 俩人是朋友 那好了 鲁智生没钱 史静你有钱 你就应该 直接给钱给鲁智生 不要等人家要了 鲁智生也是这么做的 史静没钱 对不对 他不等史静说要钱 说给我这钱 我的户没下去了 他直接把包打开 钱扔给他 你缺钱就是我缺钱 你看 这就是他对财富 对钱的概念 没钱直接要啊 对不对 你看李忠 有没有钱 赶紧掏出来 史静掏出来 凑十五两银子 给那个谁 然后那个李忠掏二两 他觉得你这人不爽快 不能做朋友 不能做朋友 是不是 你这人不爽快 下面就说这个鲁智生 他的爱情故事 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了 他也跑嘛 对不对 他不是不想坐牢吗 就吓跑 然后呢 他好像是走到什么 代州 反正到一个边赛 我估计是 阎文官 还什么地方 看到那个城墙上 贴这个告示 通缉了 他不认字 看了半天 反正看了 画的像话一阵像 但他不认字 他让别人给他念 后来巧了啊 你说人生就这么巧 他居然在这个地方 碰见了那个金翠莲的 他爸金老汉 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巧 对吧 金老汉跟那个金翠莲 两人摊上官司了 因为这事跟他有关系 大家别告诉了 你看郑观一被打死 光复跟他通缉 这个鲁智生跑了 那光复找谁啊 对吧 那肯定找到酒家去了 找到金翠莲 对不对 这个案子 你说刑警一破案 那肯定得 那你肯定是 你金翠莲指使了 对不对 调查的时候肯定 当时那么多人围观 都知道了 喊了金翠莲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你去他家查案子 那大老婆肯定说啊 你得罪谁了 你老公啊 外面有没有仇人呢 不就这一套吗 那金翠莲 那个大老婆肯定说 外面 那就是那个金翠莲了 得罪他了 所以说 那肯定要抓金翠莲嘛 对吧 虽然不是他直接案犯 但跟他有关系啊 所以那个 那个魏州啊 就是平梁的带不下去了 平梁带不下去 所以说金翠莲 跟他爸两人接着跑 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去 结果啊 他们就换到了这个 叫代州吧 是是是是叫什么 那地方 哎那就巧了 那为什么 鲁志生也往那儿跑 天下之大 两人居然跑的方向还一致 还跑到一个城市 作者没有交代啊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只能说明什么 鲁志生啊 对吧 他这个军事素质 还是过硬的 他这个侦察能力 反侦察能力 还是有的 鲁志生啊 你别看他粗 粗中有戏啊 实际上啊 冥冥之中 他是在追随 这个金氏妇女 在尾随 跟随 山西是吧 是代州是吗 我记得不太清楚 那肯定的 人家往那儿跑 你也往那儿跑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 你偏没跟他一起跑 这叫什么事吗 所以说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鲁志生心里 装着这个金翠莲 放不下 他不知道这叫爱情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恐怕老在这个 男人堆里长大的 母胎单身 他不知道什么爱情 什么意思 但是他心里放不下这女的 他想见这女的 日思夜想 明白了吧 他感觉怪怪的 他以前没有这个感觉 他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找谁说 他不知道找谁说啊 然后他碰见这个金老汉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金老汉说 哎呀 赶紧把这个 对吧 不能再跑到路面 然后说了 金老汉说 说小女啊 这个来了这个 这叫戴州吧 这个地方 然后又被一个 袁外看上了 叫赵袁外 赵袁外看中了 赵袁外这回 你看他就是 他是正观南啊 对吧 正观东 正观西 正观南 赵袁外是正观南 正观南 这回出现了 对吧 这回人家掏了钱 三千万还是几千万 不知道 给了钱 但是不把他玩家里 这是典型的啊 他们就是技术升级了 就是这个金测莲 估计说 哎呀 去你们家不合适吧 这不跟大老婆搞不好 这不就打下来了吗 是不是啊 想过个安身日子 都过不了 所以说估计是建议啊 这个赵财主 说你要不在外面 给我买套房 对不对 咱们就在外面 叫别院嘛 不再一起过 这个赵袁外 又把金测莲给买了 买了在外面 置了个房子 安置 然后这个金老汉 跟他女儿在一起 在那个房子 你看看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金测莲 这人有问题呢 这个人绝对不是 普通的那个 对吧 我有一次咱们做节目 讲了那个山东烟台 还是什么 那地方一个律师啊 报什么名 报玉名是吧 报什么 那律师啊 他们就陷到这个案子里面 不就是 是有组织的 对不对 这个专门的 把一些小姑娘 卖给这个 这些成功人士嘛 是吧 我告诉你 当时就是这个产业 我敢肯定 为什么金测莲 你看看 害了这个郑关锡之后 他又去找赵财主 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正好赵财主 他又是同样的 又在饭店里面 唱小曲 哭哭啼啼的 赵财主去看 哇 这个你看 长这么漂亮 然后你看看 哎呀 别这么累了 我给你钱三千万 对吧 他也愿意 然后说给我做小妾吧 金测莲说 不去 不去你们家 对吧 上一次已经吃过亏了 闹出人命了 对不对 这事不能干 要不然这样子吧 你在外面给我买套房 是这样子吧 哎 这顺了吗 因为吕顺了 这关于吕顺了吧 吕顺了吧 这个故事从这才开始啊 这个 这个金老太爷 哎 他说 金老太爷这话 更有意思 他说我女儿啊 天天念叨 这个鲁财 对不对 好汉 天天跟在赵太公面前 还念叨 说这个恩人答救 哎 你说说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看 我首先我相信啊 这个金老太 金老汉说的话是对的 可能没撒谎 那他金翠莲 为什么老在 他这个 就是他老公嘛 赵财主 对不对 好歹把他包养了嘛 对不对 老公 为什么老在他面前 提这个卢梯侠 还有个这么厉害的人 天天 当时就救了我 为了我啊 又给我15两银子 然后为了我还打人 还救了人 还杀了人 对不对 就这么保护 我想啊 他为什么老在 赵财主面前 老提着事啊 也有两个含义 一个就是 想恐吓赵财主 你要对不起我 我外面可以有人啊 到时把你打死了 对不对 别看你现在 曹财主啊 你有钱 你跟郑关锡 对吧 你有他有钱吗 不差不多吗 打死白打 对吧 你可别耍小金眼 该给的钱给 是不是啊 三千万 该给钱的给啊 你像玩一玩 把他甩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对吧 这个金老汉养老 就贵这个赵财主了 一家就靠上你 你先得罪我 你先耍我 你先玩玩白嫖 然后把我一脚踢开 对不起 炉梯虾找你 明白吗 对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给这个赵财主 施加压力 就是竞争嘛 赵财主肯定也喜欢他 这不说了吗 这个女的很漂亮 知道吧 值三千万 你先记住了 她肯定是非常漂亮 那她说 我靠这个女的 老说外面还有个人 一个大汉 我靠 有厉害的 有仗义 有豪爽 又有钱 那你说 你说赵财主心里 有什么滋味 我说 这外面还有个竞争对手呢 是不是 大家琢磨琢磨 外面还有个竞争对手呢 我说 对这姑娘稍微差点 我说 人家跟人跑了 对这姑娘稍微差点